向防署舉辦儲能暗場防火安全評侵研討會 邀請專家、學者、殘省業者、系統業者、專技人員等 共同針對儲能系統相關的規範、風險評估、火災量化評估等議題 進行專業技術交流 今年設備的一個法在立法院 總算是順利的完成立法的動作 真的非常不容易 28年來總算今年能夠突破 當然突破我也跟設備師、理事長這邊在溝通 法案過的 那我們的專業人員的專技能力是不是相對能夠評審 是不是相對有道理 這個也是我們必須要從另外一個層面 一定要讓人家覺得說 設備師是專業團體 能夠為社會做出的事情 而且做出來的事情是真的道理 我們在這個過程中間 主要就是引進一個對於危害的辨識 以及了解到相關危害之後 對於相關的因應對策 以及可以採取的相關的手段等等 進行有系統的重整 那這個法令應該算是這個指引 對我們大家非常的重要 我們的專技人員這邊已經開過幾次的會議 也上過幾次的課 那我們更希望未來整個的思考是有變化過的 這次的研討會更與致力於培育新時代消防與災防專業技術人才 帶來大家大學來合作 期盼透過這次活動 協助產業升級因應新時代的挑戰 這一次大學結合了產官學員各方面的專家 我們一起來辦這個研討會 希望大家對於我們的充電裝充電設備 將來怎麼去做消防 有一些新的認識 過去我們針對一個場所的火災安全 我們比較在意的是法規的規定 通常法規的規定是屬於一個比較定性的規定 它可以告訴我們應該要遵守哪些規定 但是我們很難知道這個場所的安全等級到達了什麼程度 就是它能會產生一些比較不利的災害因素 它的機率究竟是多少 它會產生一些財務的損失 甚至一些人的傷亡的可能性 它的期望值究竟是如何 一句是未來很可能很可能 我們在思考的儲能 不會只有現在的大型的儲能電池 甚至會有更多中小尺度的儲能 進到建築裡面 進到社區裡面 那可能接下來應對到的挑戰就會更大 那尤其到進入到這個階段的時候 包括你的安徽 包括你的建築設計的規範等等等 全部都不需要去跟上 這次研討會提供了產官學界 強化合作的平台 期盼透過技術交流 提升風險量化方法的成熟度 未來消防單位可以推廣應用到各類的場所 已 consultation 或許多久 在哪帶有消防單位可以超過的 每一位有夾伴 有個動作 後 他們在下廣東